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血管很粗,对不对? 有一个古代动脉 有没有浇花的经验 浇花就厚实过,有没有水管 还有水管,对不对? 有水管,你把它折起来的时候,水流不流 不流,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你把水管一拉长 它怎么样? 就扁了,水流就不好了 所以说,有的人呢? 睡觉的时候,脚打开,向外开掉了 就是把水管拉平,拉直 拉直的,拉得太厉害了 就变扁掉了,血型不好 但有人睡觉,两脚交叉 这样就交叉 一交叉的时候,等于折到 一折到,血流也不好 那人家,像瑜伽那个贪书法 就是要把身体呈现一个大质型 脚子拍的 那个,所以说很多人学瑜伽了之后 就贪了之后呢,手的手机向上 两只脚都外开了 他认为这样的贪是松掉 但是实际上是把髋关节转位了 把那个什么,肩胶骨什么,前翻了 所以很多学医家呢,你刚可以看得出来 他脚都有点微微的驼背 因为他那个手啊,手机向外开 肩胶骨呢,整个是前翻的 所以说了,他的肩膀没有办法落地 落地,肩膀要落地 对啊,肩膀要落地了 现在肩膀要落地了 像很多人肩膀没办法落地 没办法你救世表,要前翻了 谢谢,谢谢老师 哦,这样可以了 另外呢,我们讲的是绑脚之后呢 绑脚之后呢 像这两位小姐 有一位A小姐 她才二十六,那个几岁 她才四十五岁 四十岁呢,她脚你看 一凉起来,她是什么?冰冷的 她脚这几度呢,只有二十六度 所以我们把她脚绑起来 结果一个重头之后呢 她脚底是什么? 三十三度 因为我们的血液循环啊 我们平均体温是三十六点七度 但是 但是 没关系,我这边有 我这边有 三十六点七度 但是呢 我们脚尖呢 我们血液循环的末梢 所以平均是三十三度 那这位V小姐 她是 一样,她是二十九度 但是呢 绑了一个重头之后 都变三十三度 所以你绑的时间 三分钟有个感觉呢 那是很特例 还有绑十几分钟 没有感觉 也不奇怪 因为差不多平均要一个钟头 要一个钟头 对 所以很多女性朋友啊 所谓冰冷症啊 冬天啊 被子再盖都盖不暖 穿袜子睡觉 如果 脚绑起来睡觉的话 让你脚温啊 提升到三十三度 会解决很多问题 像一个冰冷症的人晚上会贫尿 老是睡不着 就起来尿尿 所以一个晚上起来四五次的很多 老师你说这个 我有亲身体验 我本来有时候要起来两次 至少也是一次 现在晚上不起来了 对啊 一觉到天亮 一觉到天亮 你看 你起来两次 像我们这种年龄 起来一次 可能几乎要翻来 过去半个钟头 到一个钟头 那一个晚上睡觉 睡眠就少了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而且呢 绑脚之后呢 他睡眠啊 品质会提高 怎么讲呢 像我们睡觉是这样子 睡了 不会刚才一跳就是生眠 那进入浅眠期 再进入生眠期 生眠生眠 再来开始呢 浅眠呢 就动眼期 一个晚上 周环这样上上下下 就是生眠 浅眠 浅眠生眠 动眼 这样子一循环的 但是呢 如果你绑脚睡觉呢 你的生眠期会延长 所以我很多 那个出绑者 就是刚刚有绑脚的人 我就问他 那你早起来累不累 他不会累啊 说你感觉上他的存在 但是你不会累 为什么 是你品质变好了 你生眠期的时间延长了 所以说你虽然一个晚上没有感觉 好像宽暖的屋都没有睡觉 但是因为你浅眠 生眠 这个不断的间断 但是你生眠是 时间延长 就是睡眠品质变好了 所以虽然你晚上这样睡 但是呢 你早上起来不会累 嗯 了解 老师 可是有些人 为什么他 绑脚他觉得不舒服 他就绑不下去了 为什么 他的髋关节转位太厉害了 他需要调整 在绑脚你不适应都是因为 你的髋关节转位 外转啊 内转啊 不管 这是转位 还有弦位也不对 所以 所以如果没有调整 就光绑是会不舒服的 对啊 你的适应期要很长 所以我常常讲 适应从两天到两个半 甚至有一个月都不能适应 所以如果是他们先来做过调整了以后 再绑 就比较 适应期会缩短吗 对 所以 是不是说 他如果绑腿不舒服 是不是表示他就不行 是不是表示他有状况 需要先调整 不能马上就光这样 你不是调一次就好 你要让髋关节正位 真的正位不是一次两次 那 那个时间多久是看个案 不是不是 我们的希望他有一个月的调整期 好 因为呢 有很多人不可能生活失惯 日常动作没有做好 来这边都要重新学习 你要走路怎么走 你要躺下去怎么躺 怎么这样起床 坐下来 你怎么做 你要写功课 甚至你上厕所要怎么上 嗯 连上厕所都有问题 对啊 上厕所 你乃只脚要后退啊 你在坐下去的时候 乃只脚要后退啊 你洗脸啊 都要的 你拿哨拔都会有学问的 买菜还有学问的 真的 那就日常动作的矫正 自我矫正啊 罗伊无聊法是很细腻的 细腻到甚至夜生活都要管理的 就很多女孩子 还没结婚之前很漂亮 那结婚之后就很深套 结婚面红鸡兽 但有些还没结婚之前 面红鸡兽 那结婚之后呢 气色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这为什么 教学 在伊无聊法书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了解 好的 那再请他们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 还是跟老师请教比较确实 是的 因为这个案太多了 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的教学都不一样 是 都稍微有变化 你看我做了那么多 我做了十几年 做了上万人 我没有到现在 还没有发现说 两个人的教学完全一样 每一个来都是个案 所以我们量身定做来治疗 所以我常常讲要做一个什么 治疗计划 老师这个东西在日本有学校在学这个东西吗 还是就只是民间在流传 总部 因为早年 那个我们欧先生还在的就是发明这个东西叫 一股公粮先生号 他当年是要设立一个学校 一股大 一股学院 结果因为他突然了 那一年的那个过年的时候发表的时候 我们明年要成立 隔年二月就走了 他因为肌老长期 你看每天要看两百个患者 每天两百个怎么看 他亲自看吗 亲自看 对 不是他的学生帮吗 他检查完了调整完之后 学生做一些工作 接着做 两百个也太多了 对 而且他最厉害的理由就是 每天两百个患者 他每天晚上都要做他的治疗记录 之外呢 他要写書 哎呀那真是太辛苦了 他工作量太大了 就那八十几岁就走了 好 八十几岁也是高瘦了 那如果他能活到九十岁的话 那个大 那个一股学院就成立了 好的 后来那其他的中医 我不知道日本有没有中医 或另类疗法的学校 日本有中医叫做汉医 那他们有没有把这一套东西纳入 汉医部不一样 我们这个自然疗法 不是中医 也不是西医 自然疗法 另外 所谓台湾技能里面 自然医学 这类的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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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